红门羊排这道菜 最好选用新鲜的羊排 没有新鲜的用冻皮 就会麻烦很多 今天我们用的就是冻皮 把羊排染成大小合适的小块 装入小盆中 用清水清洗干净 起锅 锅中加入适量清水 投入姜片 再淋上少许的米酒 羊肉冷水下锅 大火烧至沸腾 用草勺轻轻推匀 以保证受热均匀 水开过后继续煮3-5分钟 倒出用小盆冲干净雪末 再用清水浸泡30分钟 冻皮只能这么做 可以更好地去除羊肉的腥味 准备辅料 鸿焖羊肉所用的辅料相对简单 大蒜 红葱糖 生姜 把这些辅料做一下简单的改刀 再配少许的香料 桂皮 八角 炒果 当归 香叶 30分钟后使出你的洪荒之粒 挤出羊肉的水分 装入盘中备用 齐锅 下油 滑锅 下备好的各种辅料及葱姜蒜 烧去翻炒 爆出香味 下南乳一块用草手压散 再下腐竹一块 一起翻炒均匀 把羊排重新回锅 大火快速翻炒均匀 这一步主要是炒干羊肉的水汽 让羊肉有一股焦香的味道 下少许的胡椒粉 蚝油 生抽 猪猴酱 少许翻炒 再勾入少许的老抽 蒸香提色 快速翻炒均匀 再淋上少许的米酒 去腥增香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香料投入锅中 轻轻推匀 锅中水开后 打去锅中的浮沫 中火焖30分钟左右 在锅中烫汁粘稠时 调入盐 鸡粉和白糖 挑出各种香料残渣 再淋上少许的薄茄 大火收汁 撒上一把蒜苗 稍微翻炒 美味即适 红焖羊排是一道典型的果红菜 与川菜中的红烧有很大的区别 吃多了麻辣 偶尔试试别的味道 给生活一点惊喜 人间值得期待 我是厨子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